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段由明镜电视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节目 明镜要报 中共的外宣扩大攻势 多余种煽动美国反防疫示威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西西说 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 在9月8号的时候表示 在社群网站当中散布假消息 以利中国政府利益的行动 规模比先前所知的还要大 而且从脸书推特等些主流的社交媒体 扩大到了其他的语气和网络社群媒体平台 甚至设法煽动民众参加美国的反对 新冠疫情的防疫限制的示威活动 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在9月8号的时候指出 火眼旗下的麦迪安威胁情报 在8号的时候指出 社群网站当中利用假消息 来宣扬有利于中国政府的行动网 最初是在2019年的时候被发现的 当时所有已知的网络是一批在脸书推特 和YouTube等一些知名的网络社群平台当中的中文英文的假账号 打击香港的民主抗疫运动 但是这个为了宣扬中国政府利益的行动网络 规模扩张之快 以及战术多次转变 引起了资安研究人员的注意 火眼在9月8号的时候发表的报告当中表示 除了已经有广泛报告的英语和中文语种的活动 他们观察到了在美国非美国的平台当中 大量的俄文德文西班牙文韩文和日文的内容 这些网站有许多都链接到了彼此的内容 或者使用了相同的图片 研究人员因此得以了解其中的关联性 报告表示这些账号的许多发文都呼应了中国官方媒体的口径 也与其他的中共的官方媒体的宣传一致 不过尚无证据证明 有北京当局的特定部门或者是盟友涉入其中 新发现的这些亲中的网络账号 主要是在一些过去并非中国大外宣的重要目标的国家的社群网络当中活动 例如阿根廷 也有多半以俄罗斯和德国为主要用户的社媒 而其散播的假消息 以有关2097型冠状病毒的不实讯息为主 目前所知的在30个社交媒体另外至少40个网站和网络论坛当中都有活动 例如在以俄文体系国家为主体的一些社群网站当中 有用户在宣扬2019新型冠状病毒最初在美国而非中国出现 并且是由美军开发的病毒 德国西班牙和其他语言的社媒也有类似的讯息在流传 报道表示这些支持中国账号散播内容最令人不安的是 积极散播意在煽动美国反防疫限制措施示威活动的内容 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其意图得逞 但是直接号召实际动员参与示威 是与先前活动相比的一个显著的发展 可能指向愈加意图鼓励在中国领土之外的实体活动 该报告表示这一点值得注意和后续的追踪 再来看一下船古峻山坐轮椅就医 来自向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在9月8号的时候网络当中出现了一张照片 一名身着球衣戴着手铐坐在轮椅上的老汉 出现在了一所医院 由一名军人推轮椅 并称老汉是前中国解放军的总后勤部的原副部长 古峻山 不过该老人戴着口罩眼罩 目前仍然无法证实是否是古峻山 古峻山是中共军中的巨贪 2012年的时候落马 因为贪污罪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 行贿罪 滥用职权罪被判处了死缓 剥夺了中将军衔 再来看一下中国查封了1793个黑嘴账号 官方喊要加强股民的教育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中国的网信办日前宣布要整治 唱衰唱空中国市场的金融黑嘴之后 在9月8号的时候发布了首播的成果 一共处置了2929个的违规账号 其中1793个遭到了禁风 包含三个拥有百万粉丝的账号 中国的网信办在8月27号的时候宣布 即日起到10月26号 针对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 发布财经类的资讯的情形 展开专案整治 根据中国网信办在9月8号晚上发布的信息 表示截至到目前已经处置了 违规的自媒体账号达2929个 其中遭到禁风的账号有1793个 包括了三个拥有超过100万以上粉丝的账号 最多的一个甚至有超过300万的粉丝 另外还表示清理了有害的资讯 达47153条 在整治的过程当中 中国的网络社群平台 比如微信 百度 抖音 快手 纷纷宣布配合官方的政策 并且定期的发布整治的报告 此外上海的证监局在9月8号的时候 也发布了整治财经黑嘴的初步成果 总共下架了音档影片节目3187个 关闭了53个直播间 上海的证监局还表示说 严格的禁止未经资格认证的个人或者是机构 发布涉及到投资理财等一些财经领域的内容 表示将加强受理对设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网络资讯的一些举报 对于何时为违规的内容将进行调查 提高举报处理的效率 上海的证监局还表示将持续的借由股民学校的专门频道 来传播各类的证券相关的基础知识和法律法规 来加强投资者的教育 再来看一下韩国一人经济和中国危险 驻韩使馆急发文降温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中国官方加强整治娱乐圈 引发了韩国业界的忧虑 更是出现了转移他国发展的声音 中国驻韩大使馆在9月8号的傍晚的时候 对此表示 有关的行动完全是针对有被良俗 有违法律的言行 不影响中国与他国的交流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指出 中国驻韩大使馆在9月8号的傍晚 以发言人的名义在大使馆的官网当中做出了表示 并且强调是因为韩国媒体较为关注 为此阐明中方的立场 使馆的发言人表示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境内的娱乐圈的演艺明星 偷税漏税 涉黄涉毒等些失德失贩的事件 频频的发生 同时中国网络饭圈问题日益突出 各类粉丝群互相谩骂诽谤 大搞恶意营销 诱导甚至是强迫粉丝 包括未成年人 集资应援等等 发言人表示 这些行为向社会传播大量的有害讯息 对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粉丝消费群体 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有的甚至触犯了法律 严重的阻碍了娱乐行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中国相关部门紧急推出了 规范管理明星艺人流量造假 以及诱导粉丝消费的禁令 以及诚挚的条例 启动了2021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娱乐圈和饭圈的畸形文化 时管的发言人又表示 越是聚光灯下的明星 越应当做好表率 给社会以浩然正气 给青少年以真正的榜样力量 中方有关的行动 针对的全部都是有被良俗 有为法律法规的言行 不会影响中国与任何国家的正常交流 该发言人还提到 今年是中韩文化交流年的启动之年 明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 中方愿意继续与韩方加强文化交流 鼓励充满积极正能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抵制低俗恶劣的诱导与攀比 韩国纽西斯通学社报道指出 韩国娱乐界近期对中国大力的 整治娱乐圈和饭圈感到忧虑 担心韩流在中国发展受的影响 各个大力支持韩国偶像组合的粉丝团将遭到限制 因此韩国业绩已经萌生了 应当开拓他国市场的想法 准备进军中国的一名韩国偶像的经济业者直指 公司计划在2097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缓解之后 正式的进军中国 并且正在准备当中 但是看到了中国最近的相关的整治行动 感觉风险比想象当中的更大 再来看一下川大的美籍教授 遭驱逐曾向美军求助 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指出 四川大学的匹兹堡学院的美籍教师艾米利 早前因为违反了中国的防疫防控的规定 并且与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 更是在社群媒体当中发布了种族主义的言论 称美国或者应该把所有的在美华人绑起来等等 引起了争议 艾米利事后被校方解聘并且遭到了限期出境 已经于9月2号的时候从上海离境返美 中共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 在星期三也就是9月8号的时候 报道了事件的更多内情 该报道表示知情的民警透露说 艾米利所声称的被绑架 中国政府派出了20多名的警察来 等一些言论完全不实 根据早前的报道 艾米利在中国任职副教授 此前曾经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 等一些名校教书 然而他在8月4号在推特当中 发图文向美国大使馆求救 表示自己正被中国政府的人员绑架 当局还派出了20多名的警察来抓他 要将他送到新冠疫情肆虐的城市里 去杀死他 他表示他去了60多个国家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疯狂的一幕 太吓人了 但是该报道表示 从他上载的图片可见 现场警员都面带笑容 与其描述的情况不符 此外艾米利又发文称 他跨越了地球来帮助中国崛起 而且他还有五个美国长青藤大学的学位 和哈佛大学的教学讲章 中国政府怎么可以如此的对他 还表示他觉得美国或许 应该把所有的在美国的华人 和中国人都绑起来 然后把他们从所有的酒店里面赶出去 不让他们离开家 毕竟新冠病毒是从武汉来的 他还说太惨了 中国从武汉向全世界释放了新冠病毒 摧毁了每一个人的生活 另外他又称 当时两名尝试与他沟通的女性警员 很恐怖是女杀人狂 甚至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他救出来 再来看一下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将转型 确定将移除蒋介石的铜像 来自相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台湾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在9月8号的时候 公布了台北的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方案 确定将移除蒋介石的巨型铜像 并且将改造中正纪念堂的外观 中正纪念堂的花园的设计被指有崇拜轴线 也将被破除 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形容民进党和20年前的 阿富汗塔利班一样 不喜欢就拆诈 所谓的转型 只是制造更多的仇恨和社会对立 中正纪念堂于1980年落成 是为了纪念前总统蒋介石而建立的国家纪念建筑 也是台北的地标和著名的旅游景点 中正纪念堂的主体建筑和排放被列为了台湾的国定古迹 该排放上本为中大制政四个字 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将其改为了自由广场 民进党于2016年二度执政之后大力的推动所谓的转型正义 并且在2018年在行政院下设了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清除威权的象征 其第一目的就是中正纪念堂 报道指出 当初转促会在9月8号的时候公布了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方案 预计以反省威权历史公园为主轴 将园区变为历史教育素材 除了改造威权空间也将重构纪念叙事 而针对园区内的主要的威权象征处置措施部分 建议大厅将蒋介石的铜像应该予以移除 团体功能以及外观应该予以改造 以及园区的整体的崇拜线轴应该予以破除 根据规划园区内带有威权象征的空间 包括牌漏广场大道叫庭 团体同向大厅阶梯单壁等都将进行调整 园区内带有崇拜仰望视角的路径 也会讨论如何改善 转促会的代理主委叶洪林表示 在收集了受难者团体与专家等一些多元的意见之后 此方案最能够兼顾转型正义与铭记历史刻痕 也会将公共空间还给民众 他表示中正纪念堂的花园将来会成为 反省威权之历史公园 在继续收集各方的意见之后 明年上半年将提出转型方案的细节 并且预计在五月份的时候将完成方案 连同任务总结报告一起提交行政院 叶洪林还表示说 未来中正纪念堂的名称会存在更名的问题 附近的地名包括了捷运站也会受到影响 他承认因为中正纪念堂之堂体牌漏阶梯等一些硬体被指定为古迹 故此需要小心的移除铜像 以免破坏古迹 转错会将与专家来讨论后续的规划 再来看一下传金正恩在五月的时候举行大阅兵 纪念建政73周年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韩联社引述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室的话 报道指出 朝鲜疑似在9月9号的凌晨开始在平壤的金日城广场 举行阅兵式纪念建政73周年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相关人士表示 韩国军方侦测到了朝鲜举办阅兵式的迹象 正在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动向 该民事表示具体的情况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专门观察朝鲜动向的北韩新闻 也引述了相关的消息报道指出 在平壤能够听到飞机飞过上空的声音 这可能是阅兵式开始的信号 北韩新闻随后指称平壤已经开始释放烟火 韩联社报道指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出席这场阅兵式 起因未明 根据观测金正恩很有可能出席这场阅兵式 并且发表谈话 根据报道提及 如果朝鲜举行了阅兵式属实的话 这会是朝鲜继去年10月10号 和今年1月14号的八大之后的第三次 在午夜举行阅兵式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